这个时候是君子兰的花芽生长期 所以大家发现我们的君子兰 发出这个信号的话 要赶紧给它做一件事 大家看一下 像我这颗君子兰的话 新长出来的叶片比老叶片还又大 证明营养已经非常充分 而且这个位置又出现鼓鼓的 证明已经开始孕育花芽了 这个时候赶紧给它补充高磷肥 那么最简单高效的高磷肥 就是这种脱脂的骨粉 这种骨粉的话 它的肥效温和持久 而且不烧根 它是属于有机肥 所以非常适合君子兰这种大胃口 我们只需要一个月 在花盆的边缘埋上一勺 或者是直接撒到这个土壤里面 给它浇浇水 它就会溶解到土壤中 给君子兰补充大量的零元素 让它的花芽有足够的能量长出来 不然的话不及时补肥 就跟不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赶紧回去看一下 自己养护的君子兰 有没有这两种信号 有的话赶紧给它做处理 不然的话就来不及 好了我们下期见